比起库里的经验 维金斯的表现更让我感到费解 因为他总是能不多不少的 把自己的长军得分控制在18分左右 那么维金斯这么执着于18分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要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今天的这个空分大师的呢 这事啊还得从他高中时期说起 其实早在高中时期 维金斯就发现了空分的乐趣 只是那个时候他选择把长军得分控制在20分左右 只要他拿到20分就开始全场滑水 除非碰到了像贾巴里帕克这种劲敌 或者遇到其他球员挑衅 他才会发挥全部的实力 有一次维金斯在赛前被人说他不如贾巴里帕克 于是他在和帕克的对决中 选择开启无双模式怒砍50加爆打帕克 然后第二天他就又开始滑水 打了20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维金斯的球团报告上赫然写着这么一句话 在球场上缺乏专注度和激情 这也确实是对嘴格的完美写照 当然了大学时期的嘴格也是这个德行 整天滑水直到某一阵子状态不佳 被队友恩彼得骂了一顿 维金斯才勉为其难的爆发了一场 拿到了个30加 不得不说 这种不发火就不经历的被动性攻击人格 和詹姆斯还真是有点相像 当然了 维金斯空分的原因 还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慈善事业 在他17年拿到5年1.7亿美金的合约之后 他就宣布自己每得一分就会捐出22美金 而每场18分既不会捐的太少 又不会因为得分太高捐的太多 让自己肉疼 数据拿着慈善坐着 一举两得 岂不美哉